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 以金线一头记了 一头理出窗外 行者接了线头 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拖着十指看了寸脉 次将中指按大指看了关脉 又将大指拖定无名指看了尺脉 调停自家呼吸 分定四气 五欲 七表 八礼 九后 服中尘 尘中服 便明了虚实之端 又叫解下左手 一前记在右手弯下部位 行者即以左手指 一一从头诊视臂 却将身抖了一抖 把金线收上身来 礼声高呼道 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 官脉四而缓 尺脉抠且沉 右手寸脉福尔华 官脉齿而结 尺脉树而劳 服左寸脉而紧者 终虚心痛 尺 官脉而缓者 汗出鸡麻 尺扣而沉者 小便赤而大便带邪 右手寸脉福尔华者 内截精臂 官脉而结者 素食流盈 尺术而劳者 繁满虚寒相持 真此贵样 是一个惊恐又思 号为双鸟失群之证 那国王在内闻言满心欢喜 打起精神 高声应道 指下明白 指下明白 果是刺激 情出外面 用药来也 大圣却在缓步出宫 早有在旁听见的太监已先对众报之 虚语 行者出嘞 唐僧急问如何 行者道 诊了吗 如今对证之要嘞 众官上前道 神僧长老 事才说双鸟失群之正 何也 嘿嘿 有此熊二鸟 源在一处同飞 互被暴风骤雨惊散 此不能见熊 熊不能见此 此乃想熊 熊亦想此 这不是双鸟失群也 众官闻说 齐声喝采道 真是神僧 真是神医 称赞不宜 当有太医官问道 病是已看出矣 但不知用何药制之 不必之方 见药就药 京云 药有八百八味 人有四百四病 病不在一人之身 药岂有权用之力 如何见药就药 故人云 药不知方何以而用 故此全征药品 而随便加减也 那医官不负在言 急出巢门之外 拆本牙当职之人 便晓满城生熟药铺 即将药品 每位各扮三斤送于行者 行者道 此间不是制药处 可将诸药之术 并制药一应器民 都送入汇童馆 交与我师弟二人收下 医官听命 即将八百八味 每位三斤 及药碾药末 药罗药乳 并乳拨乳锤之类 都送至馆中 依 交付收器 行者往殿上请师父 同制馆中制药 那长老正自起身 忽见内宫传职 叫阁下留住法师 同宿文华殿 但明朝服药之后 并全酬谢 导唤官文送行 三葬大惊道 徒弟啊 此意是留我做档头了 若医得好 欢喜起送 若医不好 我命休矣 你须仔细上心 金钱制度也 师父放心 在此受用 老孙自有一国之手 好大声 别了三葬 辞了众臣 敬至馆中 八戒迎着笑道 师兄 我知道你了 你知什么 知你 取经知事不果 欲作生涯无本 今日啊 见此处复数 设法要开药铺里 莫胡说 一好国王 得一处此朝走路 开什么药铺 忠不然 这八百八味药 每味三斤 共计二千四百二十四斤 值一亿人 能用多少 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了嘞 哼 哪里用的许多 他那太医院官都是些愚芒之辈 所以取着许多药品 叫他没处捉摸 不知我用的是哪几个药 难是我神庙之方也 正说处 只见两个官使 当面归下道 请神僧老爷进晚斋 早见那般待我 如今却贵而请之 何爷 官使叩头道 老爷来时 下官有眼无珠 不识尊严 今闻老爷大斩三折之功 致我一国之主 若主上并遇 老爷江山有分 我被接臣子爷 礼当拜请 行者见说 欣然登堂上座 八戒沙僧分座左右 摆上斋来 沙僧便问道 师兄 师父在哪里了 师父被国王留住做档头了 只待医好了病 方才愁谢送行 可有些受用吗 国王岂无受用 我来时 他已有三个格老陪侍左右 请入文化殿去也 这等说 还是师父打的 他倒有格老陪侍 我们只得两个管使奉承 前莫管他 让老猪吃顿饱饭也 兄弟们虽自在受用一番 天色一晚 行者叫管使 收了家伙 多拌些油辣 我等到夜静时 放好制药 官使果送若干油辣 各命散气 这半夜 天皆人静 万赖无声 八戒道 各位 制何药啊 敢早干事 我磕水了 你将大黄取一两来 念为细末 大黄为苦 姓寒 无毒 其姓臣而不服 其用走而不守 多诸欲而无庸置 定霍乱而至太平 明之曰将军 此行要尔 但恐酒病虚弱 不可用此 贤弟不知 此要力谈顺气 当度众凝聚之寒热 你莫管我 你去取一两八豆 去壳 去磨 垂去油毒 念为细末来 八豆卫心 性热 有毒 削尖机 荡肺腑之沉寒 通壁塞 立水谷之道路 乃长官夺门之将 不可轻用 贤弟 你也不知 此药破节宣长 能力心捧水仗 快治了 我还有左侍之位 附武之爷 他二人及时将二药碾系道 师兄 还用哪几十位 不用了 八百八位 每位三斤 只用此二两 成为其多人了 行者将一个花瓷盏子 道 贤弟莫奖 你拿这个盏 将锅旗徽刮半盏过来 要怎的 要那要用 小弟不曾见 要那用锅徽 锅徽名为百草霜 能挑百病 你不知道 那呆子真个刮了半盏 又年戏了 行者又将盏子抵御他道 你再去把我们的马尿等半盏来 要他怎的 要玩要 哥哥 这是不是耍子 马尿兴骚如何入的药品 我只见醋壶为完 沉米壶为完 炼蜜为完 或只是清水为完 哪曾见马尿为完 那东西兴兴骚骚 皮须的人一闻就吐 再服八豆 大黄 弄的人上土下泄 可是耍子 你不知旧理 我那马不是繁忙 他是稀骇龙身 若得他肯去便你 凭你何疾 扶之急欲 但急不可得 八戒文言 真可去到马边 那马斜扶地下睡了 呆子一顿脚踢骑 趁在肚下 等了半会儿 全不见撒尿 他跑将来对行者说 哎 哥 且莫去依皇帝 且快去依马来 那亡人干劫了 莫想尿得出一点 嘿 我喊你去 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马边 那马跳江起来 口吐人言 立声高叫道 师兄 你岂不知 我本是西海飞龙 因为犯了天条 观音菩萨救了我 将我锯了脚 退了灵 便坐马 托师傅往西天取经 将功折罪 我若过水撒尿 水中鱿鱼 拾了成龙 过山撒尿 山中草头得胃 便坐灵芝 先同采去长寿 我怎肯在此陈俗之处轻抛雀也 哎 兄弟尽言 此间乃西方国王 非陈俗也 亦非轻抛弃也 成言道 众毛传求 要与本国之王治病了 宜得好时 大家光辉 不然恐惧不得善离此地也 那马才叫声 等着 你看他往前扑了一扑 往后蹲了一蹲 咬得他满口牙和 咯吱吱的响亮 今弩出几点 将身立起 八戒道 这个亡人 就是金枝子 再撒些也吧 那行者见有小半斩 道 够了够了 拿着吧 沙僧方才欢喜 三人回至厅上 把前向药尔搅合一处 搓了三个大丸子 兴得道 兄弟 忒大了 你这支有核桃的 若论我吃还不够一口呢 随此 收在一个小盒里 兄弟们连一睡下 一夜无辞 早是天晓 确说的国王丹柄涉朝 请唐僧见了 急命众官快往会同馆 参拜神僧孙长老取药去 多官随之馆中 对行者拜服于地道 我王特命臣等 拜领妙计 行者叫八戒取荷 揭开盖子 地狱多官 多官启问 此要何名 好剑王回话 此名 乌金丹 八戒二人暗中作孝道 嘿嘿嘿 国会办的 咱们不是乌金 多官又问道 用何引子 药眼两班都下的 有一班义渠者 乃六物煎汤送下 是何六物 半空飞的老鸭屁 锦水腹的粒鱼尿 王母娘娘茶莲粉 老君炉里炼丹灰 玉皇带破的头巾药三块 还要五根困龙须 六千汤送此药 你王幽病等时除 此物乃世间所无者 请问 那一班引子是何 用五根水送下 这个异曲 怎见的异曲 我这里人家俗论 若用五根水将一个碗盏到井边或河下 咬了水 急转步 更不落地 亦不回头 到家与病人吃药 便是 井中河内之水 居是有根的 我这无根水 非此之论 乃是天上落下者 不沾地就吃 才叫做无根 哦 这也容易 等到天因下雨时 再吃药便罢了 遂败谢了行者 将要持回县上 国王大喜 急命进士接上来 看了道 此事 什么碗子 神僧说是 乌金丹 用五根水送下 国王便叫工人取五根水 中官道 神僧说 五根水不是井河中辙 乃是天上落下 不沾地的才是 国王急患当驾官传旨 叫行法官求雨 中官遵义出榜 不踢 却说行者在 五八街道 世间允他天落之水才可用药 此时急忙 怎么得个雨水啊 我看这王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 我与你助他些雨下药 如何 怎么要助 你在我左边立下 做个辅兴 你在我右边立下 做个辟秀 等老孙助他些五根水 好大圣 布了钢绝 念声咒语 早见那正东上一朵乌云 渐进于头顶上 交道 大圣 东海龙王好广来见 哼 无事不敢相反 请你来助些五根水 与国王下药 大圣呼唤时 不曾说用水 小龙之身来了 不曾带的雨气 意味有风云雷电 怎声降雨 你如今用不着风雨雷电 亦不需多雨 只要些许饮药之水便了 哈哈哈哈 既如此 待我打两个喷嚏 吐些盐精液 与他吃药吧 行者大喜道 最好最好 不必吃饮 趁早行事 那老龙在空中渐渐滴下乌云 直至皇宫之上 隐身前相 蓄口惊唾 遂化作干林 那满朝官齐声喝彩道 喝出万千之喜 天宫降下干雨来也 国王急传指教 许气敏成的 不拘宫内外及官大小 都要等住鲜水 拯救寡人 你看那文武多官 并三宫六院妃嫔 与三千才女八百烟交 一个个情碑托斩 举碗吃盘 等皆干雨 那老龙在半空 运化金弦 不离了王宫前后 将有一个时辰 龙王辞了大圣回海 众臣将碑于碗斩收来 也有等着一点两点者 也有等着三点五点者 也有一点不曾等着者 共和一处约有三盏之多 总限制预案 真个是一箱满席金鸾殿 家尾熏飘 天子亭 那国王辞了法师 将这吴金丹并干雨置宫中 先吞了一碗 吃了一盏干雨 再吞了一碗 又饮了一盏干雨 三次 三碗聚吞了 三盏干雨聚松下 不多时 府中作响 如咕噜之声不绝 汲取净筒 连行了三五次 扶了些迷隐 祈祷在龙床之上 有两个妃子将镜桶剪看 说不尽的惠乌弹闲 那有糯米饭块一团 妃子进龙床前来报 兵根都行下来耶 国王闻此言甚喜 又进一次米饭 少请 简决心胸宽态 气血调和 就精神抖擞 脚力强健 下了龙床 穿上朝服 急登宝殿见了唐僧 这倒身下拜 那长老茫茫还礼 拜臂以玉手掺着 便叫阁下 快聚简铁 铁上邪阵 再拜遁守字样 拆官 奉请法师 高徒三位 一臂乡 大开东阁 广露寺 排验筹线 多官灵职 巨简的巨简 排验的排验 正是国家有岛山之力煞食俱丸 却说八戒 剑官投简 喜不自声道 哥 果是好妙药 今来筹谢乃兄长之功 二哥说哪里话 常言道 一人有福 待窃一无 我们在此何要 具是有功之人 只管受用去 再修多话 你看那弟兄妹 聚欢欢喜喜 进入朝来 众官接吟上了东阁 早见唐僧 国王 阁老 已都在那里安排演演了 这行者与八戒沙僧对师父唱了个惹 随后众官都知 只见了上面有四张素桌面 都是吃一看食的演习 前面有一张荤桌面 也是吃一看食的真修 左右有四五百张单桌面 真个排得齐整 古云 珍修百味 美露千钟 穷高苏烙 锦缕肥红 宝庄花彩艳 国品味香浓 豆糖龙蝉烈狮仙 秉定托鲁百凤驴 荤有猪羊鸡鹅鱼鸭斑斑肉 素有书咬笋牙木耳并蘑菇 几样香汤饼 数次透酥糖 滑软黄凉饭 清新菇米糊 瑟瑟粉汤 香又辣 斑斑天换 美还甜 君臣举斩方安席 明分品级 漫传胡 那国王玉守晴碑 先与唐僧安坐 三葬道 贫僧不会饮酒 宿酒 法师饮此一杯 何如 酒乃僧家第一戒 国王慎不过意道 法师戒饮 却以何物为经啊 顽图三众代饮吧 国王却才欢喜 转金之抵御行者 行者接了酒 对重礼弊 吃了一杯 国王见得吃得爽力 又封一杯 行者不辞 又吃了 国王笑道 吃个三宝中 行者不辞 又吃了 国王又叫真上 吃个四季杯 八戒在旁 见酒不到他 忍得他锅锅咽拓 又见到国王苦劝行者 他就较僵起来道 陛下 吃的药也亏了我 那药里有马 这行者听说 恐怕呆子走了消息 却将手中酒抵御八戒 八戒接着就吃 却不言语 国王问道 神僧 说药里有马 是什么马 行者接过口来道 我的兄弟是这般口场 但有个惊艳的好方 他就要说与人 陛下早间吃药 哪有马兜灵 国王问众官道 马兜灵是何品位 能依何证啊 是由太医院官宰旁道 主公 兜灵为苦寒无毒 定传消弹大有功 通气最能除血骨 不须宁寿 又宽忠 用得当 用得当 朱长老再饮一杯 呆子义不言语 却也吃了个三宝忠 国王又递了沙僧酒 也吃了三杯 却据许作 饮宴多时 国王又情大绝 奉于行者 行者道 陛下请坐 老孙一循痛饮 绝不敢推辞 沈僧恩重如山 寡人愁切不尽 好歹尽此一句功 朕有话说 有甚话说了 老孙好饮 寡人有数载忧疑病 被沈僧一天灵丹打通 所以就好了 昨日老孙看了陛下 已知是忧疑之急 但不知忧经何事 古人云 家丑不可外谈 奈神僧 誓朕恩主 唯不小 方可告知 怎敢笑话 请说无妨 神僧东来 不知经过几个邦国 今有五六处 他国之后 不知是何称呼 国王之后 都称为正宫 东宫 西宫 寡人不是这等称呼 将正宫称为金圣宫 东宫称为玉圣宫 西宫称为银圣宫 现今只有银玉二后在宫 金圣宫 因何不在宫中 国王低泪道 不再 已三年已 哦 向哪项去了 三年前 正知端阳之节 朕与平后 都在玉花园 海流亭下 解纵插碍 饮仓仆雄黄酒 看斗龙舟 突然 一阵风至 半空中 现出了一个妖精 自称 赛太岁 说他 在麒麟山 卸置洞举住 洞中 少个夫人 仿得我金圣宫 生得貌美之交 要做个夫人 叫朕快早送出 如若三生不献出来 就要先吃寡人 后吃重臣 将满城黎民 尽皆吃绝 那时节 朕却忧国忧民 无奈 将金圣宫 推出海流亭外 被那妖 响一声 涉江去了 寡人 为此着了惊恐 把那粽子 凝制在内 况有 昼夜忧思不息 所以 承此苦及三年 今得 神僧灵丹府后 行了数次 尽是那三年前 机智之物 所以 这体贱身轻 精神如酒 今日之命 皆是神僧所赐 岂但如泰山之众 而以乎 行者闻得此言 满心喜悦 将那聚功之酒 两口吞之 肖问国王曰 陛下原来是这等精忧 金玉老孙 兴而获育 但不知 可要金圣宫回国 那国王滴泪道 朕怯怯思思 无咒无焉 但只是没有一个 能获得妖精的 岂又不要他回国之礼 我老孙与你去扶妖邪 那是何如 国王跪下道 若就得朕后 朕愿领三公九贫 出城为民 将一国江山 尽赴神僧 让你为帝 八戒在旁 见出此言 行此礼 忍不住呵呵大笑道 这皇帝失了体统 怎么为老婆 就不要将山跪着河上 行着急上前 将国王参其道 陛下 那妖精 自得金圣宫去后 这一项可曾再来 他前年五月节 设了金圣宫 至十月间来 要取两个宫额 说是服侍娘娘 朕即限出两个 至旧年三月间 又来要两个宫额 七月间又要取两个 今年二月里 又要取两个 不知道几时又要来也 是他这等平来 你们可怕他吗 寡人见他来得多糟 一则惧怕 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 九年四月内 是朕命宫起了一座 碧妖楼 但闻风响 指示他来 寄予二后 九贫入楼躲避 陛下不气 可邪老孙去看那碧妖楼一番 何如 那国王即将左手 携着行者出席 中官一接起身 猪八戒道 哥哥 你不打理 这般欲酒不吃 摇袭破座的 且去看什么嘞 国王闻说 情之八戒是味嘴 急命当驾官 抬两张 素啄面 看久在碧妖楼外伺候 呆子 却才不攘 同师父沙僧笑道 翻习去也 一行文武官引导 那国王并行者相掺 穿过皇宫 到了御华园后 更不见楼台殿阁 行者道 必要楼何在 说不了 只见两个太监 拿两根红漆缸子 往那空地上 狙起一块四方石板 国王道 此间便是 这底下有三丈多深 盘成的九间朝殿 内有四个大缸 缸内满柱青油 点着灯火 昼夜不息 寡人 听得风响 就入里边躲避 外面 拙人 盖上石板 那妖精还是不害你 若要害你 这里如何躲得 正说间 只见了正南上 呼呼地 吹得风响 拨土扬尘 吓得那多官 齐声抱怨道 这和尚严将口 讲几什么妖精 妖精就来了 荒诞的国王丢了行者 急钻入地穴 唐僧也就跟入 众官一躲个干净 八戒沙僧也都要躲 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两个道 兄弟们 不要怕的 我和你认他一认 看是个什么妖精 可是扯淡 认他怎的 众官夺了 师父藏了 国王毕了 我们不去了吧 炫得是那家事 那呆子左争右争 争不得脱手 被行者拿定多时 只见了半空里 闪出一个妖精 你看他怎生模样 九尺长身 多恶宁 一双环眼 闪金灯 两轮查尔 如乘扇 四个钢牙四叉钉 瓶绕红毛 没树燕 鼻垂糟准 孔开明 自然疾履 注沙县 全骨棱层满面青 两臂红筋 蓝电手 十条尖爪 把枪行 爆皮裙子 要见戏 赤脚 捧头 弱鬼行 行者见了道 沙层 你可认得他 我又不曾与他相识 哪里认得 八戒 你可认得他 我又不曾与他 会茶会酒 又不是宾棚林里 我怎么认得他 他却像冬月天启 手下把门的 那个叫面金金鬼 不是 不是 你怎知他不是 我岂不知 鬼乃阴灵也 一日至晚 交身有虚害时方出 今日还在四十 哪里有鬼敢出来 就是鬼也不会驾云 纵会弄风也只是 一阵旋风耳 有这等狂风 或者他就是赛太岁也 好呆子 倒也有些论头 既如此说 你两个互斥在此 等老孙去问他个名号 好与国王 就去金圣宫来吵 你去自去 切莫共处我们了 行者昂然不答 急纵降光 跳江上去 正是 安邦先阙君王定 手道虚除 爱物心 毕竟不知此去 道于空中 圣败如何 怎么请得妖怪 救得金圣宫 且听 下回分解 不定就长生了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刚 很高兴和你一起读西游记 第六十九回 新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言上论妖邪》中写道 孙悟空为国王探脉 知道了他的病因 便和巴蟹沙僧一起 为国王制作了乌金丸 给国王吃下之后呢 果然治好了他的命 那说到这儿啊 就不得不提一下 这神奇的丹药了 孙悟空给国王吃的这颗丹药啊 是用锅灰 八豆粉等制成的 虽然制药的原料很是奇怪 但是效果很好 孙悟空在之前呢 大闹天空时 吃了太上老君不少丹药 很多本领呢 也是吃丹药得来的 其实啊 我国古代啊 倒真的有炼丹树存在 咱不妨来了解一下 古往今来啊 长生不老 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 那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 就更希望长生不老 涌降江山了 于是呢 许多皇帝 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 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 炼丹树啊 大约在战国中期就出现 秦汉以后 开始盛行 但是由于古代科学技术很落后 对许多药物之间的反应啊 并不了解 也缺乏足够的检测工具 皇帝们啊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炼出来的丹药 不仅起不到强身剑体的作用 甚至还含有剧毒 许多皇帝在服用丹药之后 都会有不良反应 严重的甚至会丧命 比如汉武帝曾迷恋仙道 为了追求长生不老 在方式的俗用之下呢 也开始炼丹 按照早期的炼丹家的信念 这种神丹一的炼成 服用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语化成仙 还可以点识成精 但结果怎样 咱们都知道 汉武帝最终也没有得到成仙吧 再说一个 咱们都熟知的一位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呢 历经徒治 广开沿路 创造了贞观盛世 但是 晚年的唐太宗生活就比较放纵 为了追求长生不老 天天带着一大帮子人士炼丹啊 最后 也没有做成什么长生不老的大梦 宋代的皇帝 不错 吸取了唐代一批皇帝 服食丹药中毒的教训 对烧炼丹药啊 不十分感兴趣了 只中道法 重视道教 清静无为的主张 用于养生治国 炼丹师啊 虽然没有研制出长生不老的药 但在炼丹的过程中呢 也发现了很多物质 比如铅 石灰 合金等等 还发现了很多用于药的物质 比如水银啊 丹沙啊 硫磺啊 等等 就连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也是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的 宋代太平广记中 就记载了炼丹引起燃烧的事件 说的是隋朝初年 有一个叫杜子春的人 去拜访一位炼丹的老人 留宿在老人家里 半夜里啊 这杜子春呢 就被一股子刺鼻的气味熏醒了 原来啊 炼丹炉内冒出的紫烟 顷刻之间就燃烧了整个屋子 从此以后 人们就把硫磺 销石 木炭 称为会发火的药 简称火药 唐代药王孙思淼 还记录了 把硫磺 销石和造脚 放在一起烧的浮火法 这是我国最早的黑火药配方 可见啊 这炼丹呢 也不全是故弄玄虚 它在某种程度上 对我国化学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啊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读西游记的王刚 咱们下回再见 上回讲到 师徒几位来到诸子国会同馆 换通关谍文 会同馆的工作人员 兼证了招待任务 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素食的食材 约文如下 正说出 有管事的送支应来 乃是一盘白米 一盘白面 两把青菜 四块豆腐 两个面筋 一盘干笋 一盘木耳 三藏叫徒弟收了 谢了管事的 管事的道 西房里有干净锅灶 柴火方便 请自去做饭 这比我们现如今的旅友们 在青年旅馆的生活还好了 仔细看一下这些素食 除了两种主食 竟然有五个菜 四个人吃五个菜 加两种主食 真的是很丰盛了 也难怪 诸子国的街头 就是那么繁华 能让孙悟空描述的 猪八戒的口水流下来 那么诸子国国王 病了三年的成科 被孙悟空治好之后 国王是怎么设宴 招待他们的呢 那也是一场盛宴 有婚有素 原文所写 素食部分是 几样香汤饼 数次透酥糖 滑软黄粮饭 清新菇米糊 色色粉汤香又辣 斑斑天患 美还甜 这几样素菜看起来 第一感觉是很好吃 但名字上略有迷惑 香汤饼 汤和饼这两种物质形态 完全不同的东西 放在一起 令南方人不好想象 但其实香汤饼 就是面片汤 并不是泡膜之类的食材 至于数次透酥糖 数次透 是指一种制作过程 用于形容其酥的程度 还是说 有一种糖 就叫透酥糖呢 不管是哪一种 都感觉非常好吃 那么清新菇米糊呢 菇米 先做菇米 是江南水乡常见的食材 菇米糊 本来有点平淡 是与前面的黄粮饭对应 加上清新二字 与前面的滑软对应 一个是气味好 一个是口感好 顿时 这两种素食就非常诱人了 诸子国国王的这顿招待 在西游记里属于豪华精致性的宴时 毕竟是果宴 但民间乡野的燕饮 也有很吸引人的描写 比如 唐僧被爱叶花皮豹子精 捉进影雾山折月连环洞里去 他的难友是一个侨夫 后来孙悟空救了唐僧 就顺便把侨夫救出来 侨夫呢 是知恩图报之人 盛情款待了他们一顿 这一餐 虽然乔子说得谦虚 说山间石势寒薄 但罗列在眼前的 简直就是山珍盛宴 原文提到 嫩钞黄花菜 酸鸡白骨丁 拂墙马齿线 将继燕长鹰 燕子布莱香且嫩 牙耳犬小脆还轻 烂竹马蓝头 白鹿狗角技 猫耳朵野落臂 灰条熟烂能中吃 碎米技 莴菜技 极品清香又滑腻 油炒乌樱花 林柯甚可夸 婆根菜并交二菜 四班进水石清滑 这一段可以说是 西游记全书中 素食大餐的巅峰了 另一个巅峰是 半截观音 金比白毛老鼠精的款待 具体如下 雷电桌上 有异样珍修 灭竹盘中 承吸其素物 林琴 橄榄 莲肉 葡萄 匪 耐 珍 松 荔枝 龙眼 山栗 风铃 枣 柿子 胡桃 银杏 金菊 香橙 果子随山油 蔬菜 耕食心 豆腐 面筋 木耳 鲜笋 蘑菇 香芹 山药 黄金 石花菜 黄花菜 青油煎炒 扁豆角 姜豆角 熟酱调成 烂味芋头糖拌着 白煮萝卜 醋浇烹 浇浆辛辣斑斑美 咸淡调和 瑟瑟瓶 这两个巅峰相比 评论一下 尹雾山侨夫那场山珍素艳 是男性的 而无底洞白薯精这一艳 是女性的 前者含有香野的原始风貌 后者呢 都是属于精工细作的 一道菜里 有几种材料 几道工序 做法十分曲折 另外 水果繁多 也有女性特点 青雅 再有啊 尹雾山侨夫的素艳 比较偏向北方风味 像烂竹马兰头 白鹿狗角技 简单里 带着豪爽 烂竹 无底洞白薯精的素艳 则偏向南方风味 烂味芋头糖拌着 比尹雾山侨夫那个烂竹 一个胃子 多了几分绵延婉约 说完美食 来说说药物 吴承恩显然是对草药 很有兴趣 早在二十八回 描述孙悟空替花果山的 猴子猴孙们报仇 就用了一些中草药的名字 连结成诗 石打乌头粉碎 沙飞海马俱伤 人身官贵领钱忙 血染猪沙地 父子难归故里 槟榔怎得还乡 尸散清粉卧山场 红娘子家中盼望 前诗一共引用儒下要名 乌头 海马 人身 官贵 朱沙 父子 槟榔 清粉和红娘子 一共九位 可谓别出心裁 再有三十六回 在投诉宝林寺的路上 试图几人吟诗表达心情 唐僧吟的诗句 也都由中药名组成 自从意志登山盟 王步流行送出城 路上相逢三陵子 途中摧攒马兜陵 寻颇转见求经界 卖领登山拜福岭 房己一身如竹栗 回乡和日拜朝廷 数一下 这首诗里面涉及的中草药的品种 也有九种之多 吴承恩既然如此热衷中草药 诸子国这一回 他干脆借助孙悟空 来过一次神医的瘾 但孙悟空的开药方法 非常神奇 他说 不必职方 建药就药 于是 本牙当职之人上街 满城生熟药铺 结浆药品 每位各半三斤 又在孙悟空的交代下 将八百八位 每位三斤 及药年药末等 全送到馆中 虽然孙悟空说了 他这么干的原因 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用的具体是哪几味药 但是这么大手笔地买药回来 不由让人觉得 是基于吴承恩 对药材的兴趣 所以干脆集中地 对中草药来一次过足瘾 如猪八戒所说 今日见此处复述 设法要开药铺来 菜与药 前者已是堂堂中华料理 讲求色 香 味 意 行 滋养着无数 华夏儿女 后者中药博大精深 应用广泛 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以他来调理身体 他们从名著中走出来 成为中国的两张名片 是谁 脚当地人 人生玉米